恩典36 三百六十五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哥林多前书 到了第七章后面 好像是个问题解答一样 教会提出他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保罗就告诉他们说 属灵的原则是些什么 真好 我也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懂得回到圣经里面来找答案 圣经提供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答案 接下去呢 保罗又提到他们所提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独生 单身 显然在当地的教会里面 他们碰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的人觉得说 我们不要结婚 我这样才能维持圣洁 我是全然圣洁的跟随主 也有的人讲说 婚姻就是神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不要结婚 显然在这样的世上 他们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他们就来问保罗说 那到底怎样 保罗怎么回答呢 我读给你听 保罗说 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 保罗 他那个时候是单身的 他是一个单身的人 他一个人 他不像礼得他们 有老婆 有妻子跟他们在一起 他没有 他说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如果你从上下文去读 你就知道这里讲的恩赐 指的是独身 独身是一个恩赐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样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说 我一个人过得很快乐 很快乐 有的人就是说 我就是很想结婚 我就是很想结婚 我不结婚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很痛苦 但是也有的人 他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恩赐 那个特别的恩赐 让他可以享受在独身里面 他说 只是既然被称为是一个恩赐 那就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 分给个人 对不对 在哥林诺第十二章章里面提到说 神把各样的恩赐 随着圣灵 他的意思分给个人 因此有人是这样 有人是那样 既然是恩赐 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就是不要强求 人人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 你也不必觉得那些结了婚的人有什么错 没有 他只是神给他的带领不一样 反过来讲 如果你结婚了 你也不会觉得说 你们要结婚 你们要结婚 你们怎么都不结婚 你很乖 不是 每个人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 独身是一种特别神给一些人的恩赐 那么既然是恩赐 我觉得保罗身上我们看到一件最美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是独身 可是他说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 换句话说他觉得 我很享受独身 这是恩赐的观念你知道吗 其实面对恩赐人最不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人最不快乐的事情是说 我有这个恩赐 但是呢我羡慕那个人 我羡慕我所没有的 就好像我结婚了 但是我一天到晚在想 我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去 我早知道早知道 或者是我没有结婚 就一天到晚在想说 早知道当初我就嫁给他 早知道当初我就娶他了 早知道 人如果永远活在早知道 人就不会快乐 保罗给我们一个恩典 其实他的这个 他所享受的这个恩典 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活在神给他的带领里面 他现在是单身 他就享受单身 因为知道单身有单身的 可享受的地方 单身有单身要付的代价 如果现在他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 就不要一天到晚想说 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结婚 因为结婚有结婚要付的代价 同样的结婚也有结婚 可以享受的恩典 享受神现在给你的带领 独生是一个恩赐 结婚是一个上帝的祝福 不管你领受的是这个祝福 或是这个恩赐 活在神给你的带领里面 永远不要站在这个位置上 看着别人 我们华人喜欢讲 拿着碗里面的 看着别人碗里面的 人永远不会快乐 祝福你 享受神当下 今天对你的带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